今天有新增一共是八位個案 其中兩個是居隔期滿 採檢確診 另外六個是居隔中採檢 所以基本上比較沒有社區的風險 我來說明一下 亞續電腦群聚感染事件新增兩個 案18849以及案18862 這兩位的情況分別是 18849是1月16 跟18299亞續的員工 一起在餐廳同桌用餐 居隔採檢 這個是居隔期滿採檢 那麼CT值是35.1 這是亞續相關的一個個案 另外第二個個案是18862 那麼是18488亞續員工的丈夫 也是1月23號狂烈採檢 那到二彩那麼轉成陽性 這個部分是家庭的傳播 那不都是居隔中 那亞續電腦的群聚感染的事件 到目前為止經過指揮中心 也包括一些個案的增檢 大概130位 那基本上這個群聚感染事件已經收斂了 那我們還會持續的針對這個部分 居隔中的一樣會採取謹慎的態度來處理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我們 這個加貝爾幼兒園以及前都刷刷鍋 這個群聚感染衍生的 就是一位越南籍的這個 越南籍的這個自營美甲工作坊 這個18677 那衍生出他幾個顧客 他們當時有同行的這個三位 越南籍的這個 越南籍的另外一個職場的員工 以及那個職場的同仁 總共四位確診 那麼都是自營的美甲工作坊的顧客 這個也是我們匡列的 我們匡列的這個範圍 那麼這個三個越南籍的編號分別是 18825 18851 18852 這三位都是越南籍的這個女性 那她同行去美甲這個工作坊 那麼經過匡列採檢確診 另外一個同行的有人 18853 18853 那這是本國籍的 這個同行的有人也確診 所以這個美甲工作坊 一共有這個1加4 5個確診個案 另外我也要再說明一個個案是 亞旭的員工 他是屬於在家居家隔離 那有使用電子圍離 那昨天我們警察局有發現 那麼他離開他的住所 那這個他是搭飛機回去金門 那麼因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跟金門縣政府警察局 立刻聯絡 那由金門縣警察局 那麼安排這個 居隔中落跑的這個民眾 那麼這個要安排就地居隔 那這已經違反了傳染病防治法 所以衛生局決定開罰30萬 這個在家居隔一樣要謹守規範 那也有做電子圍離 所以請所有居隔中的民眾還是需要遵守防疫的規範 這一並說明 那我們今天公布的足跡的暗號是 18616 18635 18752 18758 18759 18807 18808 18825 18850 18853 那1月16號跟1月23號有個個案去廣東高雷會館 中立區龍泉街63號 1月20號加樂福巴德店 時間大概是下午的3點49分到5點10分 1月21號的11點12分到11點20 全國加油站巴德河強路站 那1月22跟23號有個個案到大南市場 那時間大概是上午的時候 那也大概是接近中午的那個時段 那如果有民眾是在這個時段去的部分 請留意一下自我的健康監測 1月23號早上吉德寶早餐巴德松柏店 巴德區接收路二段685向50弄52號一樓 那在1月23跟1月24號有到大論發的巴德店 那這邊的時間呢 我們會根據這個GPS的軌跡資料再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那下午的6點08分普利食品五金大賣場 龜山區文化二路2至3號 1月24號下午的4點52分 大樹藥局巴德門市巴德區接收路二段982號 1月26號的5點小雲愛樂購桃園區永安北路295號 那如果有市民朋友出入這些場所 那主機有重疊的話請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撥打1922或0800 03335的專線 那會有專人來為您服務